首屆多倫多中華電影節昨日揭幕 將會一連五日 展映來自中國、香港及本國的六部電影 電影節昨日在大多倫多中華文化 中心舉行揭幕禮 這個由本地華裔人士發起的活動 由著名導演張藝謀執導的電影 《第20條打頭陣》 之後還會放映改編至香港 真人真事的電影《獅子山上》 以及有關加拿大排華法案的 紀錄短片《吃虎》等等 而為了鼓勵新一代電影創作人 多倫多中華電影節 還設有五個短片獎項 獎金最高達到5000元 今次電影節的淨收益 也將會捐往大多倫多中華文化中心 和宜康基金會 支持社區文化和歧魯服務 雙方 przy衛震如